哈喽,大家新年好啊,欢迎来到夏恩心灵塔罗 今天的视频主题就是看一下未来30天有什么重磅好事在等你呢 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人事物会让我们感到惊喜万分 在我们的个人能量和情感、事业、财富以及说人际关系上会有哪些突破呢 那么在占卜开始之前,大家依旧是可以在评论区发出领取好运四个字来收取能量 祝福大家都能够领取好运,选择到最幸运的那一组 并且呢能够成功的快速显化自己想要的人事物的到来哦 桌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依然呢三个选项 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接下来请静下心来 用直觉去感应这三张牌各自的能量 不用过多的犹豫排面上的讯息 因为我们的指示牌卡是不进入到解析当中的 选择出更衣自己最有连接、最有感应的牌卡 还在犹豫的朋友不用着急 会留下一些时间给你们做选择 选择好的朋友们 就先点开说明栏里对应的时间轴选项 和我一起进入到抽牌解牌环节 那我们就分组见吧 哈喽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这张呢是你们选到的指示牌卡 我们把它放到这边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看一下未来三十天 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会有哪些重磅好事 在等待着大家呢 然后我们再 先做一个能量的一个整体预测 看一下三十天内我们抽三张牌 分别作为我们的上旬、中旬、下旬的一个能量感觉啊 第一张牌来的就非常的快速 然后再抽三张牌 再来一张牌 好 然后首先上旬啊 上旬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祈祷的能量牌卡 然后到中旬呢 则是一种非常五彩缤纷的 然后整体给人感觉非常的就是可爱 而且说它的能量是非常鲜活的一种感觉 然后到第三张牌的时候呢 石头非常的坚固 所以我觉得说啊 首先前面上旬的一段时间 前面十天 你能遇到的一些好事 你所发生到迎接到的那些人事物 都是你一直在显化 一直在期待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中旬的话会是说比较快乐 一个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应该说是 你会是迎接到好事最多的一个时间节点 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啊 到我们的下旬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率来讲 你对于你身 你迎接到的一个好事 内心已经开始说 逐渐的稳定下来 就是虽然还会为这件好事呢 感到开心 但是你逐渐的已经把目光和脚步 放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我觉得说你们就是类似于一种 重新规定计划 以及说完全迎接到啊 与这个好事接纳 融合到一起之后 然后你在酝酿出一个新的人生计划当中 然后其实我会看到 这第一组的朋友们 你们整个的一个讯息 给我感觉其实会跟 第一个显化的 你内心一直期待的那个人事物 他一定会随之实现 那同时的话 我觉得也类似于说 个人魅力上有一定的提升 还有说是这一组朋友 会有家庭能量上的一个稳定 尤其是说到最终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 接下来会有一些新生命 到达你的大家庭当中 最终这个新生命的迎接 他带给大家来的带给大家的一个感官 是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就是可爱的 还有的话到第三个阶段 会觉得说家人之间 因为这件事情的连接感 会更加的紧密的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第一组朋友 你们的一个好事的主要一部分 可能会跟自己的家庭相关 如果说之前一直就是有什么困扰 一些就是比较低频的能量 在围绕着你们的话 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朋友的话 是一些跟自己的恋人 然后发展的 就是不太顺利 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这一只歌手 他是整个人 其实是陷入到一个非常黑暗的 一个泥泞的一个状态当中去了 就感觉说整个人是被困住的 整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 就是挣脱开的感觉 就是四目望去啊 就感觉说周围全都是黑乎乎的 一片场景 然后很难看到一个人 能够把自己拉出这边黑暗当中 我觉得你们的好事就类似于说 一部分的朋友 你当下是人生正在经历一些暗夜时刻 你其实特别渴望有些人 能够带你从这个黑暗的地方当中 黑暗的能量当中呢 挣脱出来 我觉得你们是 你们心中的愿望是可以实现 会有一个人 他抓住了你的手 然后把你带离到这个 让你觉得不开心的 低频的一个能量当中去啊 所以说上学的话 你们内心可能会有一种 就其实 我讲的会直白一点啊 其实前面十天的话 或者说你当下更多的话 心里是有一种不安定感 会有一种恐惧感存在 会很想要就是说 把整个人呢 锁在一个小角落里 然后不想动 也不想看 也不想听外界的一些声音 嗯 就是能够强烈的感应大家 是对当下的一个状态 是非常不满意的 但是说你要说想改变的话 心情是有的 但是你找不到那个着力点 很难知道说如何发力 能够让你挣脱当下 这个所困住的一个环境当中去 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说是 你的情感关系 要么说是有一些人 给你的一些承诺 远远的就是没有实现 你可能说因为某个人的承诺 已经给对方啊 等待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但是说对方一直没有把最终 把这个关系呢 给敲定下来 之前如果说你一直期待着的话 我觉得说 嗯 因为毕竟是一个好事 显化到你们的这部分能量上 你们可能说啊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首先来讲 可能会跟你的情感对象 有一些就是 有契约形式的内容出现 有承诺形式 虽然说看视频的时候 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已经复工了 已经回归到工作的状态当中了 但是我会看到 你们有一部分人 对于说跟自己这个恋爱对象 自己的情感对象啊 然后是有一些遗憾的能量在的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三十天 对方会给到你一个承诺 或者说是见双方的家长 这件事情的话 它是可以被满足的 嗯 还有的话 其实我也觉得说 有一部分朋友 可能说年前的时候啊 就是临近过年的这一段 时间 你的整个人生的一个重点 是跟房子相关的 或者说是车子 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投资的东西 你一直想要去把它给 就是买下来 比如说买房子 买车子 非常重大的一笔投资 或者说是想要改变 自己一个未来人生 居住的地方 比如说出国 或者说是 去到某一个学习的地方去 去让自己深造一下 嗯 那么我觉得啊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可能会有一个贵人 他的贵人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 但是之前他们可能说没有同意 然后接下来他们可能会同意 或者说给你一部分的资金 当然也不一定是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会把它定义到是贵人 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去 还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是其实正在为这个装修房子 这件事情所苦恼 就是你其实对于说自己心中啊 这个家的形象 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想象在的 是有很多美好的这种概念存在 但是这个想法在推进的时候 经常就是说 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 然后就没有说 及时的被实现出来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啊 我会觉得说前面十天的话 是一种说你们逐渐看到了希望 会觉得说正在把自己的能量 不断的提高的一个状态当中 还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的这个好事 与你内心的一个恐惧相关 就是说呢 去面对自己的负面能量 去清理负面的这种低频的 一个状态的一个感觉吧 因为首先你可以看到 整个人其实非常的被动啊 就是一种说是有点固步自封 或者说困在这里想动 但是又动不了的一种状态 可能说学业也好 事业也好 情感也好 都觉得自己好像被卡住了 嗯 可能会是这样的一种 就如果是说生活当中 灵性当中 或者说情感当中 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向前一步的时候 或者说你觉得你有一个暧昧的对象啊 然后总是觉得对方好像有点抓不住 他好像十远十近 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 其实我是能够感应到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应得到啊 就是其实有一个人 他的形象给我感觉是非常模糊的 这双手其实非常想要抓住那个人 那个人的能量是十远十近的 而且说是 外边的一个轮廓是非常模糊的 我没有办法把它看得特别的清晰 但是我就是看到你们内心对他是有所执念的 想让对方回到你 嗯 也不是说对方回到你的身边 就是你很想要抓住他 你心中是有念想在的 是放不下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他不仅仅限于说是两性的一个情感当中 可以给大家自行的对应自己 到底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第一张牌用的实现比较 时间稍微长一点 然后我们回归到说是 这个中心这段时间 其实中心的话立马就是说 是我们整个好事大爆发的一个时间节点 可以看到中间的时候 一方面来讲啊 你看整个的心灵已经完全释放出来了 他已经不是这种被困住啊 以及说是需要去祈祷 需要去向某些神灵许愿的一种状态 就是一种说可以就是内心好像别无所求了 当然可能还会有所求 但是会觉得说自己内心非常的满足 因为你内心是很丰富的 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 是一种说能量变得很轻益 而且很活泼 我会看到中旬的时候 特别明显的看到 就是有一部分朋友 有这个备孕成功这样的一个讯息给到我 就要么说是你的家庭当中 有新的小孩子出现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到中旬的时候 就是你一直在等 一直在期待的那个结果 它到来之后 然后到中旬已经开始就是 因为这件好事变得非常的欢心鼓舞 非常的开心 就会觉得说一切都明朗起来 然后会觉得心情也很顺畅 整个人的话会变得非常的爱笑 非常的活泼 也许说呢 别人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最近特别的开心 一件很小的事情 也会变得哈哈大笑这样的一种感觉 会觉得很多事情就特别的顺利 就哪怕说有一部分朋友是学习啊 或者说工作当中 需要背一些内容 以前的话你会觉得说 这些东西特别的长 你要把它全部背下来 药花为你 可能要烧死很多的脑细胞 但是你会到觉得到中旬的时候 你一下子就变得很顺利 因为整个的你的状态 可以看到中旬非常的开心 所以的话就是一下子 把你的这种 整个人层面就往上跳了一层 你会跳到一个新的这种 世界当中 你的这个方向感 人生感一下子就变得清晰明朗下来了 然后到其实到下旬的时候 可以看到啊 这个石头的话 它其实石头一方面 它本身就很坚硬 再加上它是三角形和正方形 也就是说圆形的一个 几何图形的一个整体的结合体 三角形其实就是我们 这些几何图形当中 最稳定的一个存在 然后再加上其他图形 以及说它材质上的一种坚硬的感觉 我会觉得啊 就是到下旬的时候 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是一种说 像是汽车加满了油一样 然后就觉得说动力无限 这样子的感觉 之前其实我会觉得说 你肯定说为某件事情学习 或者说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发愁 因为其实虽然说啊 我们二月份是一个农历新年 放了很多的假 但是我会看到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在这个热闹的环境当下 内心依然是说显得略微的孤独 或者说是因为心中有所求 你的一个开心 你的一个或者说去热闹 在人群当中获得的那个满足感 是非常浮于表象的 会是那种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 大家散开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内心又变得沉重下来了 那到下旬的时候 就是会是动起来学起来 就一定要拼搏 要努力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会觉得说啊 下旬的时候 如果说好事最多的情境 它比较偏向于说是中旬 而且说中间那段时间 你是最开心的 到下旬的时候 并不是说就非常的压抑了 而是我会觉得说 是一种压力和动力 同时存在的一种状态 就是到下旬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目标感会更清晰 你可能说是最困惑你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人生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感 或者说你内心渴求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去知道一个答案 我觉得你们本身是行动力非常充足的一个人 可能说你知道了某件事情 最终会怎么发展之后啊 你就会很快速的给到他一个清晰明了的答案出来 会快速的把这个答卷呢给交上去 但是你此刻可能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知道 到底你应该是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我觉得你是非常看重这件事情的 因为你好像别的事情上 你还是处理的很快速很简单的 但我读这件事情 我有觉得说你内心非常的就是难以平静下来 好的话 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在 说实话啊 你可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会放下某一个人 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说 断审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比较沉重的 他为什么能算一件好事呢 就是有些人的一个能量 他本身就是与我们是相互排斥的 不是说他不好 也不是说你们在你们不好 而是说两个人在一起 因为各自的一个磁场 各自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层级 一个说是能量的一个感觉吧 就会说两个人走到一起 就很容易迸发出一些比较消耗你 或者说消耗对方的事情出来 所以你们跟对方之间是有很深的一个感情 但是说你长久在一起下去 可能你会因为关系的原因 然后跟对方在一起 而不是说以自己的感受为主 跟对方在一起 断审理的话 我觉得是你的人生回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你可能会觉得的话 你一切回到了起点 也许说你在某个人身上花费了很多年 花了很多钱 花了很多的这种心思和精力 那一下子从他对方这边就是走出来之后 你觉得自己非常的需要人保护 非常的需要人帮助这样子 好 但是说很快一段时间 你们的好事就是随之而来宇宙赐予的一个能量 让你的内心就是坚定起来 非常的坚实朝前走啊 所以这组朋友你们的整体给我感觉 他的好事带给你们的帮助 就是一种凤凰捏浴火重生的一种感觉 就是可能会经历苦难 然后最终迸发出一个新的崭新的自我 从而的话呢 你会人生迎来更加新的一个全面的一个 更加广阔的一个舞台出来吧 好 然后我觉得说 就是非常期待大家的一个变化啊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能量牌卡 应该位置是放得下的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正式的抽塔罗牌 看我们的塔罗牌会对应到哪方面的一些讯息 上面就是说这件好事给予到说 第一组朋友们整体的一个能量感觉了 好 那我们抽塔罗牌看看哪些讯息啊 全都 哟 折回去了 好 首先的话就是隐世的逆位 所以说啊 就是 你之前一直有一件事情 有一个问题 它是很长久都没有被解决了 要么是说你内心的某一个伤痛 但是这件事情 其实内心 它的核心 原因并不在你们的身上 我觉得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你一直是一个比较冷静 而且说是很积极的去处理问题 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是比较用心的 而且说也确实有 在某个人身上 或者说某件事情 上面去投入了很多的经历和感情 想要去疗愈某个人 或者说是疗愈自己 但是感觉就一直没有成效 所以隐世的逆位 就是说你逐渐走开了一种状态 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可能说是你的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给予你们有很多的一个伤害 或者说你自己的感情经历 一直都不太说是能够很顺利 我觉得你们其实可能在感情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你非常努力的为对方去付出 而且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因为对方 然后委屈自己的一些情绪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吧 你可能会要去 对方他可能要去发表一些意见 你们之间一些谈话 他的对方的那些观点 你不一定认同的 但是你会觉得说 那我顺便也夸他一下这样子 就有一种说 小事情上是这样 你有退让 然后久而久之大事情上面 你也会整个人不自觉的去退让 你可能还没有感受到说 我真的付出了那么多 但是如果说你仔细感觉一下 是不是说很多事情上都是你让步最多 都是你付出最多这样子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 我觉得说这里能够看到 你们之前一直很努力的 就是在工作啊 一直在为自己的某一个梦想 再去努力这样的一种感觉 但是中间说实话 是有一些突发状况的发生啊 让你有一种说 不想要再为之努力 就是能够看到 你之前一直坚持的某件事情 你想要去放下 然后再从其他的角度 再重新开始 会看到你们其实一直在 通过自己的努力 以自己努力的方式向神明取愿 希望自己的梦想能够去被照亮啊 但是你会觉得说自己的心愿 一直没有办法去满足 我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愿望 但是我觉得你们真的很伤心 你们可能说某一个阶段 就没有办法相信 就是说自己真的是一个 被神所在意的一个孩子了 哦 好 这件好事带给你的改变 还是非常大了 就是它一下子坚定了你的内心 就是这一组朋友 其实我觉得可能之前的时候 你内心曾经啊 就非常的纠结 比较矛盾 不知道说自己要不要去放下 一直就是说这种 逆位的这种隐世 和这个正位的隐世 之间的一个能量来回的 就是旋转这样 可能你会想要说 我已经坚持了这么久 要不我就继续努力下去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哦 我实在是难以坚定下去了 那你看这里都是 权杖国王的一个正位了 嗯 我觉得说你们在接下来的话 一定就是有更加清晰明了的 一个方向出来了 那还有的话呢 会看到一部分朋友 你们这件好事 确实跟你的工作相关 你们首先来讲 是以一种说 家庭观念比较重的人 然后你给予家庭方面的一些 付出 或者说你觉得对家庭的一个能量的话 就来自于你的事业 是想要说通过自己 努力的赚钱 努力的提高自己的事业值 然后让自己的重要的家人呢 过得更加的幸福一点 过得更加安稳一点 嗯 就是很希望说 你的家人一定是你 最坚实的一个后盾 而且说家也对你而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我感觉说这一组的能量 让我感觉到说 接下来你们就是会觉得啊 好像整个人的人生就顺利下去了 嗯 就是有一部分朋友 你可能会在工作当中 有到一个更好的职位 因为毕竟权降光 他真的跟你的事业能量相关是非常重大的 因为我会看到一部分朋友的 其实你们的年终奖 或者某些奖金 是放到年后再分发 以及说职位也会在 接下来一段时间 会有一个调整 你可能真的会逆风翻盘这样子 就要为自己的志爱去奋斗 这样子一种感觉 好 然后让我们看看还有哪些讯息 好 圣杯酒啊 嗯 其实说实话 圣杯酒 它一方面是一个人 拥有的情感非常的多 但是酒的话 也学习 让人觉得说是一种 比较孤单的能量 就是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们 你们是为了某些人的情感 在努力 在奋斗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是 自己吧 嗯 要去做的事情 其实非常的多 你把自己的情感需求 放到了最后一位 然后努力的想要去满足 其他人的一些情感 然后你所有的一个付出呢 都是为了你身边的一个人 你的家人 所以当你回头看 自己的人生之后的 看自己的人生 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你的生命好像很多时候 都花费到了 其他人的一个身 一种身上这样的感觉 要么说是你的家人身上 要么说花到了 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人身上去啊 这是看到圣杯酒的一个能量 其实我会觉得说 这一组朋友 你的情感上面真的说 相对而言是偏向于匮乏一点 大家可能还没有具体明确的感受到 说到底这个圣杯酒带来的好事是什么 我觉得说既然说 它显现出你这个内心纠结的情感所在 大概率来讲 就是你的这个情感要即将被验证了 一般正常情况下就是这样啊 我不能把话说的特别满 但是我所看到的一些能量 它的一些反应 一些因果 它确实如此 好 保健骑士牌 哎呀我觉得说你们在接下来 好像真的就如同这张能量牌卡一下 然后一下子就觉得整个人能量非常的充足 会觉得说你接下来的人生 你会选择一条非常坚定的道路去走 也许说呢是比较孤独的 也许说你会为了全心 为了自己而活 就是我觉得你接下来会带着热情 带着说对生活的一个向往去朝前走这样子啊 有些事情可能月初的时候 你还是也不能讲月初 就是其实从看视频开始 往后面推演30天 前面10天的时候 你依然说是有些事情是难以被决定的 但是到月中以及月尾的时候 真的会看到你逐渐的就人生清晰 起来了 会说是选对了一条路 同时会觉得说自己的人生被肯定下来 我觉得这一组朋友 你们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好事 绝对是跟事业和金钱有关 还有一部分朋友 则是对应到你的人生方向的 关于家庭方面的能量 我觉得也会慢慢的趋近于说圣悲石 就是一个再差一点 就是火候已经准备好了 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有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因为9加1就是到了圣悲石的时候 整个人生情感就是一种非常圆满和稳定的一种状态了 好 然后看 好 以及全站五 我觉得说这一组朋友 你们在接下来的好事的话 真的是一种压力和动力并存的一种感觉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 你可能会是说遇到一些选择 会有两个的机会 或者也可能是一个机会 可能是一个机会 你要跟其他人一起去竞争 或者说是两个机会需要你去选择 不管怎么样的话 它都是需要你去付出非常坚定的一个决心去走这样子的 尤其是说全站五 又是一张全站牌 全站牌 给我感觉说是某一些能量会前所未有的从你身上爆发出来 会给你一种很稳的感觉 它的文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做任何事 在就是说处于一个人生享乐的状态当中 我觉得说你的人生接下来还是一个比较精彩 比较复杂的一个环境 但是我觉得说你会因为自己付出的多 然后收获更多的一种状态 很有可能你的财务状况也会相对应的会有提升 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财富上面也会因为说是 你付出了很多 然后得到的也会相当的多 很稳定很有安全感的一种感觉 好 然后我们看看还有哪些讯息呢 好 吊人牌 吊人牌 其实吊人牌到这里 它在感情当中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感觉说 有一点怀疑 但是吊人牌出现在这里 我觉得相对应是一张很好的牌 因为吊人牌啊 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本来就是比较的快节奏 人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 可能很难去仔细的研究跟某个人之间的一个感情 也就是说看一本非常慢节奏的书 或者说研究一部非常慢节奏的电视电影 那我看到吊人牌就是接下来你的心就是沉稳下来了 不是说你接下来一定要是说每天固定的做某些事情 然后不知疲惫也没有越远 而是我觉得你可能会是从灵魂深处去感受你跟某个人的一些关系 然后的话呢 还会觉得说这组的朋友 你们之前一直在为之努力 一直在为之投入的某一个项目 或者说某一份工作 某一个回投资的话 它趋近于一个收尾的阶段了 因为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还是比较的重要 以及说它确实需要时间很长 我觉得不是那种付出个两三天就立刻有成果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会进入一个收尾的阶段 你会有一种复盘 然后去清算过去的一种状态啊 然后你会更加的看到你从这件事情当中 你所收获到的东西 收获到的东西 我觉得它肯定不会仅限于说金钱上面 还会说有我们整体的一个 整个人能量上 就是经验上的提升和能量上的滋养啊 好 星壁五 星壁五的话 我觉得你们在接下来物质上面 肯定会是把这个难关给顺利度过过去啊 我们刚才就讲 当你这张你比较困窘的一面 被宇宙看到的话 在这里出现 都是你所担心的事情 随之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出来 那我会看到的话呢 星壁五则是看到 你过去有一笔钱财流出去 就是你当时 因为你把那笔钱借给其他人 或者说你投资给某个项目 某个平台 你手里面的钱 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少的 在很快一段时间 它就会回到 重新回到你的手里面啊 可能说回报的数量会更多一点 但是说啊 怎么样来讲 它真的是说宇宙看到你过去人生 更多的一个努力 你过去在某些人事物上花费的时间 并不是浪费 它是真的是 真真实实的一种回报 在到这里 那对应到星壁六这张牌的话呢 我觉得在接下来30天 你的人生可能会面临一个选择 首先来讲啊 在讲这个选择之前 我要来讲这组朋友 你们的一个贵人肯定会出现的啊 它的一个出现是跟你的物质相关 可能说简单一点会直接给予物质 然后是间接一点 就会是在你的工作上 给予到一定的帮助 那于我们刚才有一部分来讲 一部分朋友来讲 想要买一些非常贵重的东西的人的时候啊 可能这个贵人 他就会帮你实现这个想法 那我们再说另一个层面 到选择上面的话 这一组朋友的话 你们会遇到一个选择 可能就是你会再继续工作 或者说是在学历上提升自己 做一个选择 或者说你会想要去说 改变自己的一个工作的地方 想要去别的城市去打拼一下 就是很重大的一个人生 十字路口的一种感觉啊 好来看看还有哪些是 权杖七 这一组朋友真的 你们整个的好事铁定就是围绕事业和财富 这两个东西会比较多的啊 真的是一个人生充满了力量感 接下来你的人生会过得非常的丰富多彩 这样子 因为怎么样来讲 我觉得这里最重要圣杯酒 它是唯一一张水像能量牌 代表着说这组朋友其实在感情上面还是比较的孤单 以及说你们在等某一份情感啊 或者说你们身边是不缺乏恋爱对象的 不缺乏一些人的靠近 不缺乏一些就是能够进入婚姻当中的人 但是我觉得你是处于一个没有时间顾忌 或者说你还觉得说不是时候对方还不是对的人 这样的一个状态 感情上的一个重点 感情上的事并不是你们当下三十天的一个重点 我觉得你们是有觉得孤单 有觉得说感情是需要做一些改变的 但是又不是排在第一位的 可能说你们过年的时候会受到老人的一些唠叨 被他们惦记之下 被他们小小的就是念叨几次之后 你心里有了一些渴望 但是你整个人给我感觉还是偏向于说 事业型和这个工作型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说接下来三十天你迎接的好事全都是与财富有关 财富会有一定的提升 还有一部分朋友的话就是 我觉得在接下来时间 你得到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好 是值得你去为之努力 是一个说能够从你的人生当中 是你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我这样子来讲吧 我觉得可能你选择的时候是觉得说 是不是要输掉一切 是不是要堵掉过去人生当中的一个付出 但是你就不用说太多的担心啊 你跟着自己的心走 跟着自己的感受走 然后或者说你可以跟着说 你过去的人生经验去走 你做出来的决定都会是偏向于说 宇宙给你指定好的 因为宇宙的话 它也会按照你的一个整体的人生 你的一个调性去给予你相对应的一些礼物 你的每一步人生 可能你自己觉得都是 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去走 顺境的时候 我最近感觉到一个非常好的话 就是说顺境的时候 你看地上的脚印是你一个人在走 是因为你在那里走 然后神明在旁边看着你 你是一个人 你觉得你一个人度过 那你在困难的时候呢 你看看地上的脚印 还是一个人的脚印 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时候 神明在旁边 还是说看我们自己去挣扎 而是说神明在下面 拖着我们去向前走 它地上的脚印不是我们自己的 而是神明帮我们聊下的 但是你就可能说很难看到一些迹象 很难感受到说这些东西都是神明 都是宇宙给予你的一些变化 给予你的一些恩赐 所以你就跟着自己的本能选择 跟着自己的心去选择 但是我觉得说一定要去选择 一定要去动起来 动起来的话 你的人生才会有一个转变的能量 如果说你困在原地的话 那没有人办法去带着你走出这个地方 好我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的话包括说到这个未来三十天 最后的那个四天的时候 我感觉你的一个情绪是非常高涨的 会比较的开心一点 就是说你会发现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是可以有所回报的 也许之前的时候 你是一个在生活当中 或者说工作当中 比较躺平的一个人 也不是说心安情愿的躺平 只是就像我们这张审议卡 刚才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是一个人在泥泞的这个能量当中 非常黑暗的一个能量当中 去伸出一只手 想要去抓住一些东西 但是他所要看到的 他抓到的都是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们的一个躺平 其实也类似于如此 你还没有看到说 还没有等到宇宙给你安排的那个时间节点 你有一些尝试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有一点付出也得不到回报 但是你接下来会发现说 有些事情你做一做之后 你看到自己的一个能量 看到自己原来做很多事情 都会有一个非常就是正面的一个回应 我觉得你会说是能量上会更加确定一点 整个的话这组朋友恭喜你们要事业达人的感觉 事业和财富上的回报真的非常的统一 没有说什么过多的能量 让我看到比较简单一点 跟你们的工作和事业相关 情感上的话 其实宇宙知道是当下脱单不是你人生的第一件大事 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就是想让自己的工作稳定下来 事业有所回报 以及说呢 因为你的事业和工作是稳定的 间接的让你的家人他们的心也给稳定下来 你是一个责任感非常强的人 希望说是通过自己的价值能够去创造更多 也能够去守护一些你觉得重要的人 所以说吧 第一组的朋友们 你们接下来的人生一定是非常的精彩的 然后大家一定要去尽可能的相信自己一个内在的直觉 很有可能一些人或者说是某些东西的话 你刚开始是有一点迟语的 觉得说要不要去发展一下 要不要去尝试一下 就小心的做出一个尝试 就是符合自己能力范围的一个尝试 会有一个说很高的回报 到这里啊 感情上面我确实觉得说 接下来30天感情上的回报还是偏小的 要么说别人跟你的一个互动是小一点的缓慢的互动 就是可能你当下也有一些比较暧昧的人 有一些就是你觉得他的能量磁场跟别人很不一样 但是在接下来30天 我并没有看到对方有一个非常大的 有实质性的动作出来 对方可能还是 如果说是暧昧的话 对方可能还是在保持过去的一个暧昧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整体的话 是一个能量比较平缓的 但是还是稳定一点 因为这组朋友 上杯酒啊 让我看到你们也不是说 能够轻易接受一个说 跟自己交往特别浅的一个人 进入到自己的人生当中的 你会对对方有一个很长的考验期 甚至说你会跟对方 哪怕说确定了这个恋人关系之后啊 内心依然有一些防备感在的 所以我觉得感情上面的突破感 还是稍微的保守一点 更多还是说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 把自己的事业和财富的话呢 拼一拼闯一闯 好最后的话呢 就是到了领取好运的时间 大家一定在评论区呢 领取好运 或者说是点赞领取好运 然后未来的30天 你们一定会绽放出 不一样的光芒出来的 并且说自己内心和自己的外在 一定能够变得更加坚实 然后所向披靡的感觉 祝福大家哦 哈喽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 这张呢是你们抽到的指示牌卡 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抽能量牌卡 看一下说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的一个好事 总体在这30天当中 是一个怎样的分布状态 来抽三张的牌卡来对应一下 非常有智慧感的感觉 以及说好运和贵人 和贵人有很大的相关度 所以说这一组朋友 你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贵人的帮助 或者说你们的好事和贵人的 一个帮助是分不开的 然后还有的话呢 就是你的贵人数量 可能不止一个哦 当然贵人的话我们不能说 它是一定会有 给生活就是帮助到一下的 让我们就是拔地而起 然后从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变成一个非常 就是层级高了 好几个跨度这样的存在 而是说有的时候啊 这个贵人的话 他可能会是在你最需要的 一个状态当中出现 你看导师嘛 这一张牌卡啊 就给人感觉是一种 带着智慧 但是他是会是在你 一种说更需要 是跟你的需求度相关 同时的话呢 会觉得就是说 他可能不一定就是说 某一个特别重要的大领导啊 可能说他会是一个 无意当中帮助你 当然也有可能说是 在你最需要的一种情形下 出现的一个人啊 所以接下来的好运的话 你可以留意一下就是 要和你周围人的一个人际关系啊 要相对应的维持在一个比较和平 一个比较亲密的一个状态 当然也可能说你不用特意的去 对每个人笑脸相迎 但是可能说你的一个关系 当时有一个人或者某些人 他来帮助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尝试一下 他们给你的建议 或者说他们给予你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 因为有一定大概率 你的好运会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到来 还有的话到我们中旬的时候 到这里的话是一种变形者啊 变形者其实给我感觉就是说 可能很大一部分情况是 这个好运是能够给你有一种蜕病感 就是整体的改变你的一种状态 到第三个的话 城堡是一种说 首先物质浪漫情感 每一个方面都比较满足 所以说第二组的情况 还跟第一组有所差异 第一组的话 他的好运好事情 是类似于说寻习渐进 整个人的话会是一个说 自然而神就是上学的时候有所蜕变 中旬就完全的就是享受这个好运 带给自己我的那个惊喜转变当中 然后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就开始转化出新的人生方向 就是第一组的一个能量 那我们第二组朋友 你们的一个好运能量呢 则是说在其实在当下 可能很快速就会有一个人生导师 或者说是 他的存在不一定是人 也可能说是某一场际遇 然后给你有所帮助 然后到这个接下来的20到30天 就是30天靠中间的那一段时间区域 可能说你会从这中间进行改变 你可能说是迎接了好运之后改变 然后到后面的话收获的会更多 然后整个的好运分布 这个好事情来临的话 我觉得你们属于那种人气爆棚 就是整个好运 好事情发生的状况 在30天当中都会有所体现 我有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好运 这个时间说成是接下来这一个月 但是如果说有相应的一些口误的时候 大家稍微见谅一点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到 就是其实大家可以替换成接下来30天 以我们看视频为准的30天 而不是我发布视频的这30天来算 首先来讲啊 我觉得这一组朋友 其实你们给我感觉的话 是工作上会有所提升 其实跟第一组稍微的有一些像 第一组是纯运势组事业组的选手 然后这一组还有一部分能量 我觉得会跟感情相关 感情相关 感情和财富相关 以及说你这一组朋友接下来30天 你整个人的魅力 整个人的这个能量磁场 会有一定的提升 就是你可能感觉不出来 自己在外形上面有一些特别明显的变化 会觉得说自己最近好像也没有说 刻意的穿一些非常讲究的服饰 特意的购入一些很大牌的服饰 或者说呢 刻意的就是改对自己的外形 通过一些外在手法 比如说是医院 整容之类的方式呢 让自己的整个形象有一个改变 但是其实在大家心中 你整个会有一种蜕变着 就是看到你的时候 好像你跟之前差不多 但是大家一下子觉得你亲和度特别高 特别的有魅力 或者说你说话的时候 就觉得说非常的就是 讲的很有道理 然后还有的话 我觉得这组在感情上的收获确实还蛮多 就是会有爱人 甚至说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是那种真爱啊 因为它毕竟是城堡 城堡给我感觉就一定是说 非常重要的一段缘分 才会是有这样的一张能量牌卡 整个的话 我觉得说接下来30天 好像不用刻意的就是做一些特别大的改变 你所有的改变是顺应实施的一个自然规律 好像就是你们 好像就可以是人在家中做好 运就直接掉到你头上 会不会说第二组就成为今天最运气最佳的这一组呢 我们要看完第三组之后才知道 但是我目前感觉是整体能量很好 因为一般来讲事业和爱情同时拥有的话 因为事业带来的财富也是 它可能不是当下就能看到的 但是随之而来 它是跟着就来的 爱情的话 其实我们往狭义上面去讲 它就是我们的爱情 其实广泛意义上来讲 它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人际关系 都会有一个非常和谐和美好的状态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到这张牌的时候 就是讲 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 没有对自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改变 或者说有的时候 你仅仅觉得自己只是听了 上了一场疗愈课 比如说听了今天的这一场 占卜视频之后 第二天你就会觉得说 自己的能量磁场有所改变 就是你本身的一些变化是由内而外 而不是说先从外在到内在的一个改变 就是无形之中 大家对你的一个好感度 对你的一个认可度 就逐渐提升这样的 整个状态我觉得是偏向于舒缓的一个节奏 不是说那么特别的急奏 而是偏向于说保持住一个缓慢的状态 所以说第二组的朋友们啊 我感觉到你们可能有一部分 你这个春节假期会时间长一点 要么说你整个二月份的工作 不算是特别的辛苦 甚至好运到是什么程度 好运到就是你其实会 二月份要忙的事情会很多的 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帮你 你哪怕说你处理的事情是很多的 但是因为其他人当你的得力助手 或者说你的上级领导 给予你一些特权 给予你一些指示 让你很快速的就把问题解决了 原本的话处理这些工作 可能是要去加班的 但是可能因为这些莫名其妙 就是其实是宇宙安排好的 一些好运的到来呢 让你觉得整个人顺到爆的这种感觉 整个人心态我觉得很开心 没有说特别低迷的一些能量给到我 而且说这一组朋友可能会在 二月份 哦不对 接下来这三十天内啊 就会说觉得整体的一个能量 是往那种更有智慧的方向去发展 我不是说你们没有开智 而是其实你们属于那种说 之前的话太过于在意其他人的一个观感啊 太过于在意其他人的一个情绪 或者说你可能也会为其他人而活 为其他人做某些事情 我觉得接下来你会有一个非常充满着智慧的眼睛 你可能考虑事情的时候是透过他的一个表象去看他的本质 这句话虽然非常的烂俗 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过无数遍了 会觉得说我好像一直看事情都是在看背后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能够去抛开自己的情绪 去看本质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被其他人的一些情绪所带入 所改变 就是你可能我们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上班的时候 大家这种吃什么饭是吧 吃什么饭有的时候你想要吃的是某一家的饭 但是可能去离你公司的地方比较远 然后你的同事们也是不想去吃 嗯你可能说最终的话会因为想要跟同事们一起去 所以就改变自己的一个初衷想法 这只是简单的一个举例 就是看大家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一些情绪 改变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看法 小一点事情就肯定是这种吃饭喝奶茶 喝咖啡上面的一些 嗯一些想法改变 大一点的事情可能会更多一点 但是它一定有一个特质 就会是说让你在进行改变的时候 让你因为其他人的意志 其他人的一个原因改变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呢 你一定是觉得说理所应当的 你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在委屈 没有说因为说自己改变了原本的想法 会觉得说自己委屈到了 或者说有奉献到了 你觉得说我跟同事们一起出去会更开心 吃什么饭不太重要 就是有一种说自己说服自己的感觉 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说第二组的朋友们 接下来就真的还非常的舒缓 我觉得怎么样来讲呢 二月份可能你们会因为 也就是二月份啊 老说二月份 实在抱歉啊 朋友们 今天就感觉说是这个嘴巴就非常的绕近一点 词不达意 好 然后我觉得说接下来三十天的话 会有一种说去 可能会真的去上 认真的上一些疗愈课程 或者说是心理咨询的一些东西 会让我感觉到 其实这组的朋友 你们的心理的一些压力是稍微偏多一点的 不是说你们到了那种需要去吃药的一个状态 而是说多多少少的就真的容易一些外在情绪而被干扰 然后我觉得说接下来这段时间一定是能够说自己去享受生活 可以说一个人呢 把生活把自己照顾的特别好 然后非常享受自己每一天的一种感觉 怎么说呢 二月份虽然你们有放假 我们二月份 不是二月份 一月份有放假 一月份有放假的话 但是说呢 你放假的时候 我感觉节奏还是比较偏忙碌的 就是春节那几天假期 你可能会是说去到外地去看家人 或者说你是宅在家里面的 你虽然说宅在家里面 但是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嫉妒感 悸动感的 你没有说因为自己的身体是闲暇的 然后内心就很平静 是一个说是其实还很想要去到外面 但是说自己又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走到外面去 那我觉得说在接下来的三十天的话 就是一种非常舒缓 休息和放松疗愈的一种状态 嗯 其实改变有没有呢 我觉得真的也是改变也有 但是说你们因为这个好事的到来 而不是说强行的让自己改头换面 而是一种说不知不觉当中的一个改变 就是比如说对应到我们工作上 工作当中因为有一些贵人帮助你 他帮助你了之后 你工作进行了很顺利 然后你不知不觉当中 完成了更高的一些业绩 那你的财富自然也会收获更多 那包括说这座朋友 你们是不知不觉当中 这个人际关系会变得特别的好 因为吸引到更多的一些友情和爱情 爱情不能说有些了 可能说会吸引到你的真爱 嗯 还有的话呢 怎么讲 我觉得这部分朋友 应该说是会在 接下来三十天内 身体上也会有一个健康的出现 心理健康也有 但是身体健康其实也有 就是能够看到这组朋友 其实有失眠 有很长的一个熬夜 还有黑眼圈这样子 包括说一部分朋友的眼带 已经是说要去处理一下这样子了 我觉得可能你们接下来会 有一部分朋友真的下定决心去把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面部 或者说自己某一个特质 做一个小小的改变啊 会让自己变美 让自己变得更有魅力一点 但是说我说的好运 不是说你们去做了这些改变之后 去带来好运 真的就是你们去做 这运营们有好运 所以你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会变得更美这样子 身体上的病痛就会有一种说病欲 就是会要到病出这样的感觉 就某些一直困扰着你的那些健康问题 将会得到解决啊 还有什么一些讯息让我整理一下 就是说这组朋友 其实我因为这里还会有一些 就是可以看到啊 它是猫头鹰飞过一片火焰 就是说这组的朋友可能说会 其实你们最近状况会比较的复杂一点 我不能说是危险 而是说确实让人感觉 稍带了一些焦虑感 或者说你会觉得说 当下你所处的环境是有在消耗你的 可能也不是工作 有可能是家庭关系 情感关系当中 有遇到一些小人 总是想要去伤害你 但是不用担心啊 你看这里有一个 就是导师他能够去保护你 这边其实还感应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能量 就是很多朋友的话 可能之前对于说 心中有一些 就是恐惧存在 就是有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你特别的怕黑 特别的害怕一些未知的一些生命 或者说未出现的一些事情 你考虑问题可能很容易 往这个负面的方向去想 就会觉得很改 很可怕 那么接下来的话 有的时候就是会发生一种转变 是偏向于什么呢 就是心情随着说 你内心而进行一个转变啊 接下来的话 你就是一种说 你的心情 你内在心灵的一个力量 可以控制你周围的一个能量磁场 因为说是你内在的 内在的能量是非常的坚实 然后有基础的 所以你会觉得说 你在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的害怕了 那同时我也觉得说 因为你自身散发出来的能量磁场 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和善 和这种友好的 那你周围能够去吸引来的人 也充满着说是这些非常和善 友善的一些能量 就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总结 你们整体的能量磁场 就是那种一切随缘 一切随心的一种状态 并不是说你们接下来的好运 是进入到就是之前可能会觉得 跟某些人吵架吵不过 经常就是讲话的时候 觉得自己 为什么说回到家之后 才想起应该怎么去怼他 然后老是想说 我应该怎么去怼他 怎么去怼他 那我觉得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会是心态变得平和起来 你的转变不是说 你能够在怼人的时候 在吵架的时候 一下子想起来说 我应该怎么去怼他 一下子就把他 就是说到 就是把他说的落花流水一样 落败而逃了 我觉得你们是 不会在这件事情上 存有过强的一个胜负心 当他去嫉妒你 当他去在那里闹腾的时候 你觉得更多的是 这个人他自己心里上 是有一些缺失存在的 你会看到这一点啊 有的时候人之所以想要跟别人去争抢一些东西 是因为他本身是生活 他的能量是非常缺失的 他特别渴望引起其他人的一个关注 特别渴望呢 说是别人能够去在意他 看到他 以及说他通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证明他能量磁场的一个存在 我觉得你们接下来肯定能够去感受到 去分析哪些人是真正 你需要去争辩一下 哪些人呢是你可以看到 他本来就是在争取你的一个注意力 在争取争夺你对他的一个 别人对他的一个关注度 或者说别人对他的一个存在感的一个注意力 或者说他想吸引到别人对他的一个认可感 你会发现说原来这场争吵 你的一个输赢并不是重要的 而是说对方的一个心理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当你意识到这些之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争吵与你的关系其实不大 更多的话是来自于他内心层面 他内心的一种渴求感 你就会发现说随他去吧 他自己爱争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因为我们不能说因为别人的一些能量磁场 别人的一些事情 然后去影响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修为 每个人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节奏 我们不是救世者 我们也不需要说成为某某的一个贵人 因为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事情的话 还是修行一下自己的能量 让自己的能量的话有一个蜕变出现 好我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些讯息 然后我们再来抽塔罗牌啊 看看说是这些好事会具体的对应到哪些的事情上面去呢 哇圣杯二 你看我都有讲是吧 你们一定是在爱情上有所收获的 会有一些一见钟情的能量出现啊 这个爱心泡泡都已经冒出来了一种感觉啊 这代表就是说在爱情上面的一个胜利 但是同时我们在最开始刚才也有讲过 我们把这个情感上狭义的去概论它就是爱情 广泛的去讲 其实就是你周遭的一个人际关系 所有人对你的一个观感 那你会发现说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确实有成为这种万人迷的一种潜质 就是大家眼中的一个你 就总是充满着魅力 充满了和善感 以及说大家会在你身上看到无限的可能性 而且说会有一种 什么样的好事情都要想跟你分享 或者说会觉得心里有一些糟糕 难以熬过去的这种遗憾感 或者说难以排解的这种忧虑的时候 就会想要去找你去讲一下 想要让你通过你的一个思考方式 或者说站在你的角度去帮它排解 这种情绪上的忧虑 就是大家莫名其妙就非常的认可你 当然的话也不单单是说友情 事业当中亲情什么 我觉得它爱情的能量也确实比较明显一点的 圣贝尔这张牌非常的好 一下子就是奠定了我们整体的好事 它确实如我们最开始遇见的那样 它是与我们的爱情相关 就是一种人际当中非常和谐 然后的话呢在恋人啊在这个两性情感上面 也是一种说非常舒缓很舒服很开心的 我不能说你们在接下来三十天 就是一下子一见钟情两个人非常就是天雷 勾动地火走到一起 成为了热恋当中或者说立马就是闪昏去了 我觉得更多的是让我看到两个人对对方呢 有一种情投意合的能量 会让你就是会有一个人的进来 让你感觉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温暖 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伴侣的话呢 在接下来三十天内 就是你会觉得说跟你的伴侣重温那种非常浪漫 美好的一些感受 OK我们再来抽更多的一些牌 诶好看看是什么了 诶真的是吵架上面没有那么的在意输赢 我觉得为什么说虽然今天就是说话的时候乱七八糟的 但是感应到的能量又是非常的准确 宝剑五就是你接下来的时候内心是很满足的 你没有说在意这说要把这些把剑呢 这五把剑你手中的宝剑全都扎到别人身上 你觉得自己是很聪明的 你有自己内在坚强的力量 别人的一个得失感与你的一个关联感不是特别的大啊 就是一种说跟着自己的心意去走 我觉得说如果让你让我为你总结一下 整体你三十天的好事是什么的话 一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切就随心走 它没有说具体的一个好事到你一定跟某个人发生到某种成果上面去 它是一种转型的力量 是一种说你会看到自己的生活正在明朗化 这种具体化和清晰化 它可能不是那么的快速 就像我们圣贝尔说的一个能量 但是它一定说是让你呢享受生活 享受说是或者说学会自己去爱自己 疗愈自己 还有的话我觉得包括说有人想约你出去啊 或者说怎么样 就是对应到人际关系上吧 你会有一种说再看看吧 就是你想也想自己还有哪些事情 能够让自己更加放松更加愉快 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感受到就是跟一些人的相处 你在春节的时候会觉得说大家一起好热闹好热闹 开心吗 也好开心好开心 但是在散场之后呢 这个热闹散去之后 你的内心还是很空虚 其实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更适合自己 更让自己放松和愉快的一种方式 你觉得说我期待自己的内心是满足的 那我就去说跟更多人一起去相处走到一起 但是可能说你自己内心 我不能说每个人了 但是可能大部分人内心的需求是不一致的 所以真的是有要说啊 在行动之前考察一下自己的内心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抽牌看看更多的哪些讯息呢 但是其实说实话 这保健物还有一点点能量 就是一部分朋友可能会离开家哦 恶魔牌 非常的有魅力 甚至说就是魅力过强到变成小恶魔这样的一种存在了 但是 就是可能对方啊 有些人喜欢你 那朋友的话呢 对你的一个喜欢 朋友同事 家人对你的一个喜欢 就是觉得 你竟然怎么老是说表现的不靠谱 但是时而又让你觉得说很可靠 就是一种说是之前觉得不可靠 现在又觉得可靠 但是有的时候觉得你特别靠谱的时候 你还要抖一下机灵这样子 那对于到这个爱情上面的话 我觉得就是其实对方 他本身可能说是水向能量的一个人 然后他内心对你可能就如同这个恶魔一样 就是内心对你有很多的一种牵牆挂肚的感觉 很想要说关系达到某一种程度 但是他表面会表现的风平浪静一点 水向能量确实是那种想的很多 然后在脑子里 然后想过来想过去 想这里想那里 但是卖出来的行动是非常少的啊 是一个很被动的一个人 恶魔牌确实魅力非常的强劲一点啊 然后又是一张宝剑牌再到这里 宝剑6 这组朋友的话 我觉得说接下来会见到一些 你自己很想要见到的人 这些人的话 可能说过去跟你有所交集 然后春节的时候 你们并没有见到 你内心是有所遗憾的 我觉得在接下来30年 可能会重新的见到 或者说通过一些网络 就是用手机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 然后两个人又沟通起来 见面起来 毕竟春节的时间 毕竟它确实是一个很团圆的时刻 我看到你是在内心当中有遗憾 要么是说想要做的某件事 没有去做成 接下来你一定会是找一个机会 继续把它完成 而且说这件事情会给你带来一个 心灵上的满足感这样子啊 包括说宝剑牌出现了两张 这组朋友真的会牙齿 嘴巴舌头都变得相当的厉害一些 会很能说 但是我觉得你们真的就是 不再把自己局限到那种 说一定要争论个输赢啊 内心是有所得的 得到的不一定是这个争论的事情的成败 而是你内心是有所收获的 好 包括说这个宝剑6的话 也有一些就是 其实是类似于说庆祝的一个能量 就是会觉得说 可能你某些考试的成绩会很不错 工作上面的话 会面试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公司 会让你有一些说想去值得庆祝的活动 去跟你的朋友去分享你的一些成就 这些事情可能说你准备的时间还蛮久的 当然我也会觉得说 其实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内心期待的东西也是比较的多的 你的未来真的就是 用一句比较俗的话 讲就是你的未来的人生是这种星辰大海 未来可期了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来的朋友们 真的就是事业组还蛮多的 虽然说你们有情感上有收获 第一张就抽到了圣贝尔这张 与这个人际关系能量最大 而且说会有一见钟情能量 但是我确实觉得说 今天来看视频的朋友 你们心中对自己的人生 是有很高的一个目标的 这种爱情对你的一个诱惑力是有的 但是它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 可能会跟你的工作是并列 但是也有可能会排在你的工作之后 会有爱情相关 然后星辟四得到一些 就是属于自己的机会 或者是机遇这样子 那可能说有一部分朋友的话 之前会 因为跟某些人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紧张的 会感觉到压力大 就是你比如说身边的一个同事 身边的朋友 你发现他们都过得比较的好 可能说就是买房买吃啊 或者说都考上了某所学校 但是你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有这种失望感 你看星辟四出现了 就是一种说拥有很多 你会为自己取得的进步 感到很开心 你紧紧的拥抱住自己 所带有的一些东西 那同时的话 星辟四给到我另一个感觉 就是这里有重新触发的能量 这组朋友你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 真的有收到一个非常满意的offer 或者说你 一个让你去展现自己的平台 或者说是一个方式 还有一些朋友 应该说是有在 这种在副业上寻找了一个新的机遇 再到这里啊 还有的话 就是心态上 心态上会因为说 自己真的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和觊觎 变得稍微的就是平和起来 你之前的话可能说是 有一种很着急 很想要去更进一步 但是你又是行动力跟不上啊 内心很想要进步 但是动不起来这样子 那接下来你可能会对自己 就是有一种说 想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超越别人 或者说跟别人齐平 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向 也是一种说 督促自己前进的能量 我觉得也是一种说 非常正向和一种说 能够类似于说 是能给我们的人生加油 这样一种能量 你可能说之前的时候 跟别人之间是相处有压力的 然后你可能会羡慕别人的某些层面 但是接下来你会发现 原来我自己也拥有很多 我自己的感情也很棒 我自己的恋爱人 爱人啊 我自己的朋友同事 相处也很好 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讯息 上碑其事 这个人的话呢 虽然他走得很慢 他是一个说要兼顾 更多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向爱情奔进的时候呢 他要看看他自己的责任 他自己的人生 所以他不是很快速 但是他又是 一直不会改变方向 朝你这边走下去 那尤其是说怎么样呢 可能会有在网上恋爱的一种感觉 可能说会在网络上呢 跟某个人聊天 会聊得非常的好 好 然后我们来继续抽牌 然后我们就抽到了皇帝牌 是一个白羊座的能量 在到这里 就是会给你感觉非常的 就是坚定的 内心是一个说 有什么目标值得你去奋斗 可能说是你的事业 学业 或者说是为了你的一些 存钱的一些目标 就是要给自己一个计划 同时的话是能够去行动下来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就会是一个说 踏实的回到自己的工作当中 为自己的目标去努力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 好 权杖势者 真的说是有一种行动力的一种感觉 在感情上面的话呢 是一种行动力 有人会走向你 但是我觉得你会因为这个人各方面的一个能量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你并不是被动的等着他走向你 因为这段感情呢 就是让你觉得好的 如果说自己把握不住 可能过去的 可能接下来的人生就会感觉到后悔 你也会向他走过去 可能说他跟你的速度都不是很快 但是又是缓慢 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然后的话呢 感情和事业 整体给我的能量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包括说这个权杖势者给我牌 我们再来抽一张牌 让我来感受一下 好 圣杯王后 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 虽然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发展的比较缓慢 但是两个人的目标感可能会比较的一致 尤其是说呢 这个未来你会觉得说 很想要跟他进入到一种说是 双向奔赴的一个恋情当中 然后这组朋友感情上面 就如我们刚才所讲的 感情确实是你们 这个必将遇到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会遇到一个比较蛮不错的一个人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尝试一个人生当中新的道路 当然这个东西可能是人啊 也可能说是兴趣爱好新的人生方向 就是觉得方向感一下子打开到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越往后面 这个整体的牌的能量是越趋近于场所 因为毕竟就是后面这四张牌 全部都是我们的公平牌 而且还会出现的国王牌和王后牌 就是说你之前的话呢 还是处于一种啊 在疗愈的一个状态当中 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天 就是到了一个收获的状态当中 那我也会觉得说宇宙其实就是想告诉你 你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变化很小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你的生活在不停的往好的方向去转变了 因为你想每个人其实想要维持住生活啊 不往坏的方向去发展 维持住生活正常的一个好的能量次产运转的话 其实已经要付出一定的好运了 就会觉得说你接下来能够去确定一个方向 确定一个方向就朝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这样的感觉 然后的话呢会因为这个圣杯在这里 就一定会是说落在实处的一种感觉 选另一个方向 然后并且说采取行动 而不是说全在想 你看又是骑士牌又是适者牌 一定说是有行动出现的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你们在感情上面 就已经有伴侣出现了 那你们可能就是说啊 就是说 就是要 这些应该大家都比较能够明白 就是三方关系上的一些情绪的一个选择上了 会有说不同的选择者出现 然后可能会出现什么 一些比较隐晦的三角 这种三方能量吧 所以你可能会做出一个决断 做出一个行动出来 好 然后的话呢 这些就是我们第二组朋友们的一些讯息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可以帮助到大家 然后大家千万要记得呢 就是在评论区领取好运 或者说点赞的方式呢 领取好运 祝福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 会觉得说自己付出的很少 但是说人生得到了越多 而且说是能够为自己的目标 为自己所爱的人去努力去奋斗这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你只要去努力 只要去奋斗 我觉得未来你的人生收获都是会很多的 因为宇宙它就在旁边默默地关注你 默默地给你推波助澜 一定要动起来 这是宇宙最想要跟你们说的话 好吗 那祝福大家哦 哈喽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 这张呢是你们选到的指示牌卡 我们把它放到这边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抽能量卡 今天就不做能量对应了 来看直接看主题了 看一下说未来三十天 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 有什么重磅的好事一定会到来呢 大家如果说是选到第三组之后 还想看其他组也是没关系的 我这边的能量就一直建议大家是 如果你感觉别的牌卡 别的组的选项有吸引你 那我觉得大概率中间是 隐藏一些讯息是给你的 不一定可能说 你选到第三组 或者说你选到第一组第二组 然后不可能说是 在某一组当中全部都对应到 但是你如果把两组结合起来看的话 也许你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 好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抽牌了 看说 哎呦我们 看看啊 哇 是一个说 我觉得总感觉你们人生在重新开始 哎 好吧来一次 嗯 就很明显啊 很明显的一个感觉 也就是说我们呃 这里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当下可能就正在 嗯 经历着一种 说是人生重新开始 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就直接的就是很快速的一个能量 也许说你当下还没有一个说 想要去转变人生 还没有觉得说 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一些 呃 巨大的变化什么的 那我觉得说可能真的很快乐 因为这个时间的呃 这个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速啊 你可能会错不及防的就进入到人生当中一个巨大的改变当中去 你会很快速的迎接到一个全新的生活 迎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能量出来 呃 双向来讲 你是猎人的话 你可以看着自己的猎物 就是 往前面去奔走 往前面去呃 情境快速的得到自己想要猎物 但是如果说你要从另一个角度去想 你觉得自己正是别人的一个猎物的话呢 它其实代表一个胜利的曙光 过去的时候你人生一直在奔逃当中 你一直在去说 躲避一些干扰你的能量 可能说是一些原生家庭的伤害 也可能说是某一个恋人 呃 虽然恋人这种存在 或者说某些朋友的存在 它看上去好像是你只要下决心 与之分开 你的生活就全新的开始了 但是 就是做一个完全的斩断 全新的开始 就完全的断舍离 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而且说很多人还不能意识到 自己的生活是需要断舍离的 它需要断舍离的程度的话 不一定是说 人生糟糕了某些地步 甚至说有一部分朋友 就是生活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 还是没有办法意识到说 自己的生活是需要去改变的 我并不是说大家某一 大家的生活非常的糟糕啊 我只是说 不限于我们第三组 其他我过去看到的一些人的能量 非常害怕大家误解 会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然后到第二章的话 医治者 看上去你看 它好像是带了一种 说是 有一点点的这种 怎么说呢 看着像是不太好 是吧 看着说好像就是有一个三头蛇 在围绕着 总是蛇的存在 让人觉得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隐隐的不安 哪怕说它在各种的神话船 版本当中 可能代表的语意不一样 但是其实第一下意识啊 还会有一些恐惧 存在自己心里的 那也就是代表着说 人生确实是 你先要经历一些 可能让你不舒适的环境 或者说改变 或者说是时间节点之后 你的人生才会迎接到一个新的地方 新的节点 到了世人这个阶段 人生就是变得更加的和谐起来 你看整体给人感觉 也就是一个非常匆忙啊 急速前进的状态 包括说一个疗愈 到最后到一个缓慢的节奏当中 这个人生就真的是说 巨大转变的时刻 即将要到来了 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种感觉 比如说你一直在找一个新的工作 想要人生呢 换一个发展方向 比如说工作 再换一个行业 你会说一种吧 觉得自己当下所属的行业 虽然发展起来好像还是比较的顺利一点 好像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比较优渥的环境和回报 但是你又有一种不安感在 也许你会在想说 那很快我的年龄可能不适合我做这么高强度的一个工作了 不适合我在家这么多的班 我可能说生活的重心会有所转移 它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能量在到这里 然后的话还有一部分朋友 我觉得你的生活会有一些新的要你守护的人的存在 他可能说是你年迈的父亲母亲 或者是祖辈一些人 那也可能说是一些朋友就是有备孕的一个能量 会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发现自己的爱情结晶出现了 就是能够在接下来30天内有一个这种 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在到这里 那我觉得吧 整体的话最重要的是一种安定感 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心理的石头落地了 它不太像是说你对未来是毫无期待的 你心中是有所想的 然后你想的那个事情它最终成真了 它落地了 让你的生活重心稳定下来 也许说让你可以喘口气 去真的可以奔向湿和远方 就是突然之间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安全感出现了 有可能说会跟财务相关 因为怎么样来讲呢 石的话可以看到 其实上面会有一些财富的能量在到这里 人生的话呢 当你物质有充足的物质作为基础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人生可以变得是充满艺术性 可以去追求一些过去自己不太敢追求的一些兴趣爱好 因为我是能够感觉到大家有些朋友的兴趣爱好是比较烧钱的 是比较说是要么说是比较烧钱 要么说可能你会要花很多的一个时间 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其他的一些事情能够去兼过 但是因为这个财富上面有一些收入 有一笔说是巨大的款项的进账 让你的内心呢 变得安全感十足 或者说是你的某一笔投资 然后的话呢 得到一个非常就是算是意料之外 又有意料之外的这种感觉 因为你很期待说他能给你一个巨大的回报 但是你期待了很长时间 他一直都是那种说悬而未定的感觉 就有一点失望 觉得可能真的就隐隐的觉得说完了没办法实现了 这个梦想肯定要落空了 但是你心里又不死心 你还是希望他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就是终于啊 这个东西在你一直犹豫徘徊的时刻 他把这个大石头落下来了 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 非常丰厚的一个财务上的进展 就觉得自己人生就稳定下来了 其实不能说是 我们讲疗愈课程 讲这些就是未来的好事的话 如果把它定义到权跟钱相关 可能大家会觉得一定的俗气 但是人正是这些东西啊 原本它是不俗气的 是一个说本来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存在 你有了它 你的生活才能够去追求真正的一个艺术 才能够追求一些真正的美好的东西 所以啊 你接下来的钱财上面 我觉得比较恭喜大家 这个财运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同时的话 它也代表着一个人生的新的机会 你看策马狂奔的感觉 有一个人生新的开始 这个工作的话 也有一个全新的就是平台 让你去展现自己 同时的话 这个新工作可能跟这个财务的能量是挂钩的 因为正是因为这个工作 带给你的回报是非常丰厚的 所以它的回报肯定是财务嘛 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的丰盛 是种说非常稳定 但是又向上增长 但是说稳定 我也觉得说是带有一定的冒险性质 它的冒险性质可能就是你找了一个 就是选择了一个稍微带点冒险性质 风险性稍微高一点的这个人生方向 或者说工作方向 或者说某一个的投资 有带有一定的风险性 当然我并不是说大家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 觉得老师讲了 我接下来这一个具有风险性的投资 能够带来巨大的回报 我觉得还是要带着一种说是非常认真的一种审视的 它并不是一个风险系数非常高的回报 会是一种说带有迷惑性的 因为可能说其他人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看不到说你 你就是你这笔偏财吧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偏财 就是偏财方面的一个回报的话 可能说是让大家觉得他的回报系数是比较低的 不算特别的靠谱 然后的话我们更重要来讲 就是你通过这些一些收入上的巨大回报 然后心境的话就会转变到一种说充满艺术气息 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不算是说特别的贪财 因为你们是那种希望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工作啊 就是能够去对办这样的能量 就是工作占你一半的时间 然后个人时间也占到一半这样 就比较的放松一点 所以说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是享受人生的一种状态 还有是一部分能量 但是我觉得说在接下来这30天内 大家的心情也确实往这舒缓的方向去发展了 就是这种这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 是从我觉得可能维持了有两个月的一个状态吧 就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在春节这段时间还是在加班 就是很忙碌的一个状态啊 然后随着说这个回报的到来 你会觉得自己的心情很轻松 这组朋友可以说是在接下来30天内 然后去向神明许一些愿望 或者说你去显化一些 就是做一些魔法 然后显化一些愿望 你许的愿望 我觉得能够被听到的概率会非常大的 所以当然许的愿望还是要相对的实际一点啊 不要大家许一些说 我转头买彩票 立刻让我中个一千万 这样的想法可能会相对的 不太不太合适一点 心情上还是比较的开朗很快乐的 我觉得能够从细小的事情当中 发掘出更大的快乐出来 因为我要是说 其实我并不觉得说 接下来的时间是人生突然换了一个 说是翻天覆地 就是之前看不起你的人 立马觉得你像明星一样闪耀 他倒是没有夸张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你可以说是能够去看到你生活当中很有意思 或者说之前忽略的那一面啊 还有的话 我觉得说这一组的朋友的话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可能一部分人他并不是恋人的一个姿态 而是你看到这张牌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一个猎物 自己在被一些伤痛追赶着 你可能说过去一年两年三年 都没有说把自己疗愈好 都没有说让自己从那个伤痛的忧虑的情绪当中呢 走出来 那我觉得在接下来三十天 你真的是心情舒缓非常多了 会很开心 是一种说从这种痛苦和这种晚上睡觉 也会做一些噩梦的状态当中呢 转变成一个很开心很快乐 很富足很美好的一个状态当中 情绪能量我觉得说首先来讲 是比较值得肯定的 是能够去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 去看到你哪些事情 哪些人事物是值得你去期待的 甚至说小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你觉得说 今天买到的这杯咖啡 非常的就是口味很好 很纯正 就是哪一点都觉得你温度 口感各方面的一个状态 都让你觉得很好 然后你就会因此开心很长十年 甚至说开心一整天 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 这种内在的疗愈感 我觉得一定说是从你看视频的这一刻就开始进行当中的 接下来三十天的话 你们一定说是会把自己疗愈的非常好啊 就是过去心碎 以及说那种不安感 那种紧张感会有一种结束 因为可能一部分朋友有在一些诉讼的法律的案件当中 或者说跟某些人之间是处于那种拉齿的一个状态 并不是说你不想要放手 而是会觉得说 有的时候你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某个人了 但是你会觉得对方又在那里紧紧的追逐你不放 还有一部分朋友则是被一段关系所累 就是你被这段关系所累是比较像什么呢 你会对他有期待值 但是你会觉得说他在消耗你 你想要去放手 但你又想 我已经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也许说对方会改变 也许说我们再坚持下去 生活就美好了 但是可能宇宙想要告诉你的事 还是及时断舍离 这样子 很长一段时间 你其实都是压力比较大的 压力很大 身上的话就扛着一些说是 不太像是属于你的一些压力 那我觉得说既然能量在这里看到 就是他有一种说慢慢变好 我刚才就有讲了 大家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的一个情绪能量 首先是你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会觉得说 不管说你们要不要断舍离吧 你的心情就会有一种说 看这个人的情绪 看这个人的眼色 然后转变成一种说 让自己开心快乐 最重要的一个状态当中 你会感觉到一种被疗愈啊 被治愈的一种感觉 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说在接下来三十天内 就是你会发现自己的灵感 就是有一种喷涌而出的状态啊 因为一部分朋友可能你的工作呢 是跟这种创意相关的 需要你去想出很多的一些灵感出来 需要你去不停的做思考 或者说采集非常多的一些讯息 把这些讯息呢 转变成你工作的一个 一个有力的数据出来 我觉得接下来你的一个能量的话 是觉得自己首先来讲 创意比较丰富 而且说就是你总结这些数据的时候 会是一种说 本身在总结之前 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你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去分类 速度来讲还是比较快一点的 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说是 真的想要去旅行 以及说去国外求学 去国外去 因为工作方面这些东西 有一些行进的能量 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 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 政进的办理和这个旅行 都是相对而言 这个运势都蛮好的啊 这个说是整体大环境下 都是一个比较顺畅 而且说是能够朝着 自己心中期待的那个方向感 去走的一种感觉 你可以看到吗 就是之前是比较迷茫的 但是随之往前进啊 时间的退役 就是这个 你可以看到目标 你的眼睛聚焦的地方 会越来越小 那这就类似于我们的人生当中 就找到了一个方向 可能说你的速度 还跟过去一样快 但是因为你发现 你最终想要的是什么 你走了最短的那一条路 最终你会花更少的时间 得到的成果 是你内心很期待的那个东西 是你付出行动之后 很快速 最大快速的一个时间 到达的一个结果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抽塔罗牌 看看这个具体的好事 都有哪些讯息上面呢 我们把这张牌 这张牌放好 来看看 到底说是哪些的好事到来啊 好 我们抽到了全账五 全账五的话 其实这组朋友 你们就是什么呢 过去可能有些事情 推进的非常的慢 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想做事情 每个人过来都要 想要去教教你 想去教你做人 想要去教你做事情 但是很多人教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进展非常的慢 甚至说是觉得有点卡住的 然后呢 这个进展呢 很可能说是 什么呢 一个新的开始 比如说工作 或者说副业 或者说你人生 想要去进行一个断舍离 进入到全新的阶段当中 感情上呢 你想要离开某个 一直想要去卡 也不能说是你想要离开 也可能说是你 跟某个人的感情 是卡住的 就是大家七嘴八舌的 给你提建议 告诉你应该是怎么做 也许你做了 也许你觉得 这些人的建议本身 就不太靠谱 总之他们的能量 对你没有起到帮助 反倒是让你 心绪不宁的一种感觉啊 然后工作上的话 可能你 投的简历 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可能因为各种 各样的一个原因 然后不断的就是被拖制 你好像觉得说 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果 这样子 还有一部分朋友的话 则是说 跟你的学业相关啊 你的学期上面 可能说你 递交的论文啊 或者说你的某一个 就是成果类型的东西的话 一直都没有结果出现 一直都是卡住的 会让你觉得 为这件事情 一直很担心 一直很忧虑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它也其实是 一个很好的预示 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了 目标感越来越清晰这样子 哎 星辟四的一张牌啊 星辟四则是说 我觉得在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 你们在 嗯 确实是有所收获 看牌就觉得很快乐 是不是 看牌就可以看到 这个小朋友 然后担着金币 很开心的朝前走 肯定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发展了 觉得自己收获到很多 是一种说 嗯 你看 首先它整个人是行动下来的 我觉得一种提示呢 就是你内心期待的事情 一定要是你接下来继续动下去的 有一个行动拿出来的 之前你可能会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 家庭啊 或者大环境周遭的一个原因 把这些事情呢 卡在那里 然后就是有一点说是 没有办法很好去推进 然后你接下来这种状态啊 就是一种 你动起来之后 很快就会有一个回报出现了 嗯 就是一种说 即使你过去很难知道 怎么去动啊 很难坚持的话 接下来也一定要去动起来 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抽到了 它其实真的是一种转变的能量 在到这里 你看我们 权杖女王的出现啊 权杖女王出现 就是说这些事情的话 最终真的是一个说 好的结果出现 就你担心的事情 它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然后更重要的事情 也一定是说要行动下来 你要让自己成为这个权杖女王 这样的一个存在 去巩固你之前拥有的东西 然后你才会去发展 更多的一些东西 它的尝试并不能说 我让大家就是简单盲目的 去尝试一下 而是你要对自己 所看中的东西的话 有种很清晰的目标感啊 可能说你会是说 做很多的一个努力 但是它最终给你的回报 也是比较大的 我看到你们是很成功的 是很有勇气 把你过去卡住的一些事情 一些就是很焦虑的事情呢 就是那些难关都给度过去啊 有一点像是说 宇宙对你的一个小小的考验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宇宙也想给我们很大的福报 给我们很大的一些好事 降临到我们身上 但是它到降临之前 肯定要先看一看 你到底能不能拿得住这些福报啊 能不能得到那么多 因为有的时候拿不住的东西 它以其他的方式流走之后 你看着那些流走的钱 也许是成为你人生当中的 一个负担了 是说啊 首先你自己要 让自己经历过一段时间 皇后牌 又是一张女王牌 能量上一定要让自己 自信坚强起来 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说 我当下已经拿出了 我最坚强的一个能量出来了 我也觉得我已经付出了全部 但是最终 事情为什么说是没有解决呢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最终能够解决 真的是一种说 内在坚持的一种力量 内心的一种说 因为内心很坚定 然后你做出来选择也是更清晰的 虽然说外在的环境是一直在改变的 但是你 因为心情是很稳定的 不管说你今天面对的是 不管说今天你因为这件事情而烦恼 还是明天因为其他的事情而烦恼 最终的话 你的心是很平静的 我们人生不可能说是 毫无波折的向下走去 但是你的内心稳定的话 你就会是整个人处于一个 很平稳的一个阶段 如果说你足够强的话 你的能量就会是逐渐的上增的一种状态 但是如果说你连续的经历一些宇宙 给予你的考验 你也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内心啊 自己整个人不会一下子进入到那种 暗夜的一种状态 就是整个人一下子就失去了 失去了一种从容感 失去了说一种应对努力 失去了一种说是那种 清醒的大脑 好然后我们看看 还有哪些讯息给到我们呢 抽到了两张牌 你们 国王牌抽到了太多了吧 国王牌往后牌 然后的话呢 还有保健期啊 我觉得说就是 首先国王牌出现 就是你会受到别人的一些赏识 这组的朋友可能说会有一些贵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他会给你一些就是帮助 有可能说他是你的导师 对于你的论文 他一方面来讲给予一些正确的提点 还有的话就是 好风凭借力嘛 他推你一把 你的整个人生肯定会顺畅起来 那对应到工作当中其实也是一样 有的部分朋友你其实本身是非常有能力的 但是有的时候你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平台去表现自我 这两张牌结合起来其实看 结合起来看其实非常的有意思 先是有一个人给予到你一定展示自己的平台 然后接下来你会全力以赴 也许说你一个人能够去打三个 一个人的话可以去打很多人 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一个人很难面对很多人的力量 但是最终的话因为你个人魅力的加持 以及说贵人能量的一个加持 最终你确实可以说是赢过很多的一个挑战 最终的话就是得到一个挺好的一个成就 然后最重要的话是你把你该做的事情都做之后 你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心态 就是说我觉得说进我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 然后你就有这样心态之后的话 上天啊宇宙就会有了一种说 觉得你确实为之付出了足够的努力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把你一直就是内心所期待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人事物它展现在你的面前去了 好这一组朋友的话 我觉得说你们接下来的好事 真的是说为你们奋斗的事情相关程度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然后这一组朋友其实相对应的 因为会看到有一点焦虑感 一方面就是身体健康的话呢 要稍微关注一下说是有这个慢性疾病的 或者说是你的这种肩就是肩颈这一块吧 就是说觉得说靠一个人的放松力量不够的时候 该去寻求其他人的要帮助 就是要找其他人的要帮助 最终的话可能说会比你想象的时间会更快速一点 因为这些事情可能最终会影响你可能会拖累你 保持住就是自己的一个情绪健康和身体的健康 然后就适当的让自己休息一下 也许说你才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这个能量去应对更多的一些事情 去在更宽阔的舞台上面呢去表现自己这样子 还有的话其实我觉得说有一个能量 就是说这里有一部分朋友 其实你们某件事情是一直在拖延着的 你可能说是刻意的拖延 就是你找不到怎么样去解决啊 就是你想了很多的办法 但是依然没有把这件事情很好的解决出来 但是最终他可能会通过一件怎么样来讲 就是别人帮你去做了 别人帮你了一把 然后你就最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下来 这样子的能量 就突然之间像有贵人他给你提点 他要么说是你的高我 他给你就是做一些预知梦 让你就是有对未来的人生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这样子 然后的话呢 星币三 这组朋友其实整体给我感觉 你们是这种在财富上的收获会比较大一点啊 财富上 也就是说这个正财运和小部分人的一个偏财运 还是比较好的运势很稳定 运可以看到一下子得到很多的一个奖项 首先的话呢 就是能够去获得更多的物质 财富上可能一部分来讲 朋友可能是因为这个工作嘛 工作上的一个变动 所以获得更多 而且说还会因为贵人的缘故 就去展现自我 展现自我之后 因为你自己能力是被大家所认可的 所以相对应的 你的一个收入也会很多 然后怎么样来讲呢 这里其实我们有两张的皇后牌 还有一张国王牌 所以说这一组的朋友啊 你们接下来这个可能会同好几个方向去赚钱 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副业去做 有些副业的方式去帮你赚到比较多的一些钱 可能是同时做三件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你们的能量和三的关联度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说三的关联比较高 我们就出现了九 九的话它依然是和我们的三相关 风向能量的一张牌啊 保健九 就是我会看到啊 然后在接下来三十天内 会有一个结果给到我们这组的朋友 是一个说你确实为之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你持续性的再去付出啊 就是宇宙它开始走起来了 开始让你的整个能量去奔腾起来 所以说这里面真的有一些朋友 是一种说做好了准备去迎接新的一年 让新的一年当中 你整体的一个能量是 我觉得并不是一种说真的啊 就完完全全的就是从此之后 不再想要去赚钱的事情 你们可能会是真的一半一半 工作的时候呢 比较全力以赴 然后放松了时间的时候 又比较的享受生活一点啊 让我觉得说 这座朋友事业和学业能量上非常强 你们可能会成为那种非常敢拼 非常敢讲的那一类的存在啊 还有的话 可能甚至一部分朋友会自己创业 对 就是之前你一直尝试的某一个副业 因为他给你带来的一个未来的发展预期 发展平台是更广阔的 所以你就会想要说 从这个事情当中呢 就是独立出来 不要说是在赚一些固定的工资 你看我们这里又出现了保健三 所以第三组朋友跟三真的非常有缘啊 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说会自己去创业 自己做自由职业 就是靠一个人去展现自己 虽然你一个人在去做 但是你所能够达成的成就是 很多人难以去达到的啊 我觉得在接下来三十天 可能我们第三组朋友们的话 会比较忙碌一点 但是你依然说是尽量维持住一个 身心灵的一个同等的休息程度啊 因为自己可能说工作的时候非常专注 在相对短的一个时间内 就把比较多的一些问题事情给解决下来了 但你会有一种说 找到自己生活掌控感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会开创副业啊 或者说是其他一些职业 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个收益 这是我得到的一些讯息 那还有的话 其实这里能够看到 这组朋友可能接下来你们会靠这个说话赚钱 就是你因为比较能讲 要么说你是一个口齿非常清晰灵密 然后逻辑性也非常强的一个人 然后你会在接下来的面试啊 因为你的说话语言能力 这个功底比较好 所以你会得到一个说 可能你之前跟别人是同样的一个竞争条件 甚至你是不如别人的 但是你比较会展现自己 所以你在会比较轻松的拿到一些 就是机会到手上啊 还有一部分朋友则是 你的第二职业可能就会跟你的说话相关 你可能要说很多的话 然后去获得到更多的机会 或者说是财富相关这样的讯息 以及说会有旅游 虽然说大家在农历新年已经放了个假 但是我依然觉得你们在接下来啊 这三十天里还是有放假的 你们本身就是那种说 把自己休息的非常好之后呢 你才会拿出更多的能量去面对自己的工作 还有的话 其实因为这里这个跑键排实在太多了 我觉得说你们可能接下来三十天 会因为运气太好 遭到某些人的一些嫉妒啊 就某些人他会就是 在旁边说三道四的 会有一些嫉妒的能量 那我觉得如果这些人在旁边讲的话 你其实不用说太担心你啊 就是不管说这些嫉妒人 在旁边说三道四的人 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家人 那我们就远离掉就可以了 这些人其实他已经成为一个说 跟我们未来前进的道路 不是一个同一的方向 他们已经走歪了 他们已经向着其他的方向去发展了 未来是即使你现在不跟他们断舍离的话 未来还是要经历同样的状况 所以即使的断舍离也许让你觉得说 你开始走得更稳定一点 不会说有多余的一些人过来消耗你 因为我会看到说 接下来你们有很多的一个好运信息 你开始走向新的一个高度 生活也开始说非常就是正向的运转起来 如果说你站得更高的话 确实有些人之前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讲过的 他一直以一种说为你好的状态去讲一些话 但是你其实也感受到 他给你的建议是非常没有用的 非常的就是作用 非常的微乎求意 他只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一个存在感 去给你提那些建议 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人的话 大家可以就是完全可以离开 既然他没有抱着一种真正的爱和这个支持 祝福的一个能量与你相伴的话 他势必就成为了一个 其他走在其他路途上面的一些人了 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一些人 对于你抱有一个非常纯粹简单的一个心态 一个真正祝福你 然后去支持你的人 他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去支持你啊鼓励你 所以你身边空出位置之后 你才会有新的一些能量进入到来 好吧 比如方说是一部分朋友 你觉得自己在创业的时候 已经做了一部分的一个成就出来 大家就老是叫你不要去冒险啊 不要再去 就是说你这样的运气是简单的 还是应该回归到之前工作当中 我觉得这样的言论 其实它的一个真实性 以及说它的这个出发点 都是值得人们去探究一下的 好吧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第三组朋友们的一些讯息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可以帮助大家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 然后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领取好运好吗 领取一下说 未来30天我们的一些好事 希望大家的一个人生呢 到达说一个新的高度 并且说会脱离掉一些 对我们 就是要脱离掉一些 原本就应该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消失掉的一些人 包括说一部分朋友 可能是三角关系啊 禁忌之点是吧 然后走向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 人生团体当中 人生世界里面 你会觉得说 接下来你做了端审理之后 会发现说 当你对一个人好的时候 对方他对你的一个好 也是发自于说 内心的一个真情实感 你就是那种说 你在爱他们的时候 会发现他们爱你 爱的也非常纯粹 你会觉得说 大家之间的一个相处 是一种说 让你的能量更加的高涨起来 让你觉得说 是不被人伤害的 因为有的时候 当你觉得自己 在被伤害的时候 不一定是你敏感 可能说 我觉得是就已经被伤害了 好吧 那这些就是所有的内容啦 我们就话不多说 拜拜啦 祝大家 下期视频再见